她是全网最励志的女人 已经拥有三个孩子的她 产后逆袭减到80斤 更是事业型女性 不少网友看她的视频 都表示这也太瘦了 我是榜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 菲菲的减肥逆袭之路 她叫菲菲 来自广东 她拥有179的大高个 但是体重却只有80斤 但从外表来看 你绝对看不出来 现在的她 其实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可以说是家庭事业双丰收 视频里面的她 经常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身穿性感的衣服 展现出自己的好身材 带着两个孩子一起逛商场 这穿着打扮一点都不像是 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妈妈 这傲人的身材 经常会引得身边的路人连连回头 可以说是回头率百分百 但这一切 全都是因为她的身材 看起来十分的不协调 因为拥有179的大高个 但是体重只有80斤 所以整个人就好像是皮包骨一样 可以说是一点小肚子都没有 就连整个肋骨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不少网友都表示 这么轻的体重 估计风一吹 就能够给她刮跑 一点都不夸张 其实最开始的飞飞有幸福的家庭 但是怀孕之后的她 开始抱饮抱食 没有做好身材管理 再加上产后的她 换上了容貌和身材焦虑 缺少关心的她 开始更加疯狂地进食 甚至还挑战一次吃20斤的烤乳猪 这样的饭量 一般人肯定接受不了 就这样飞飞成功把自己吃胖 但是再生完三胎之后 飞飞决定改变自己 她开始减肥逆袭 成功从148斤减肥到80斤 虽然减下来了 但或许是把减肥当成一种爱好 她开始无节制地一直减肥 这才有了现在 如此轻的体重 很多网友看完她的视频都表示 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每个女生都想要苗条的身材 但是这样的减肥办法 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肯定是不可逆的 不应该为了瘦下来 就拼命地减肥 瘦一点固然没错 但是整个人受到脱象 让人看起来很不协调 现在的飞飞 靠着自己成功的减肥经验 开始带减肥产品 依靠自己的经验为卖点 让不少的人都为之吸引 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 虽然减肥这件事情并没有错 但是茶毕竟属于是保健产品 每个人的体格都不一样 减肥不仅仅靠的是外界因素 还需要自身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作息规律 这样才能在保障身体健康的前提下面 健康的减肥 对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